第二个的话就是到云端上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这个题目里面当然有第一类 是什么呢?Photoshop基本的工具应用 所以第一类的题目的话 就是把这些基本的工具使用的方式了解 当然包含这些1到16项 第二类的话就是什么? 样式运用跟特效制作 还有第三类 甚至好像我记得它这边总共会有几类呢? 下一个第四类第五类第六类 OK那当然这个越后面的类别越困难 所以基本上我们到期末考之前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大概主要是针对第一类跟第二类 那后面的类别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我想你自己再去研究 因为至少帮各位开个头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双数题 所以待会也许你可以先从102 然后再来104 106等等的这些题目 先去了解一下 那这个是题目的位置 但如果你不习惯直接从网路上看的话 我是建议也许你这边有列印 你可以把它印出来 然后只要一二类就可以了 另外需要让题目在旁边 所以第二个请各位呢 还是一样把这边下载下来 也许打开来 这个是 不是这个题目部分是在这里面 我们的练习题 102到210 都双数题 所以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完成的画面 看到的结果要长这样子 那我如果只提供 它只提供给我两个东西 哪两个东西呢 就是这只老鼠跟这个字 这两个 它要把这两个是素材 最后变成这个的结果 但它这个TIFF档 TIFF档其实不能编修 它只是让你看到 我要长这样子 那至于那个步骤部分的话 就是在哪里呢 在刚刚看到那个档案里面 所以请各位 也许先试着把 我们环境先弄起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什么呢 再把那个 我们的题目稍微看过 在这里 所以待会也许 你可以先稍微瞄一下 看一下 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102这一题 然后里面也有 这些相关说明 其实就是设计项目 总共会需要做几件事情 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背景 其实这一题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跟那个网拍 有没有 你们拍一些东西 要去背 还蛮有关联的 比如说你今天 拍了一个东西 那你希望去背 去背之后 换一个背景 甚至有点像合成照 比如说有些时候 你可能没有去过 某些景点 那你要把自己合成进去的话 有没有办法 当然有 所以第一个 我们如何去背 如何合成 再来的话 相关的设定 我想 待会的话呢 我们会运用 一些题目 让大家了解 怎么去使用 Photoshop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 先把软体准备 第二个的话 就题目准备好 那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下 我们第一类到底 就学这些东西 包含就是怎么样 检视文件的技巧 另外我们会有什么 基本的选取技巧 选取的话 就是把那个什么 像刚刚 那个饭地档里面的吉祥物 就是那一只 那是猫还是什么 反正就那东西 复制到另外的背景就对了 把它合成 合成照片 所以我们会需要选取它 那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选到 几乎 就是没有那种 看不出来的那个样子 OK 其他的话 还有像这些底下的工具 反正我们就把它学 至少要熟悉它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利用 102这个 宋春这一题 做练习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按照它题目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把它完成 所以作答徐子 第一个 他说 请自行建立一个新的图档 所以特别重要 他的问题一 你会不会建立一个新图档 第二个问题是说 大小要是300乘250个像素 特别重要 像素跟公分不一样 很多人搞不清楚 什么是像素 什么叫像素呢 应该大家常常听 你说那个手机 有没有 现在标榜什么 两千万像素 两千万像素 有没有 照像素 应该大家 像素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用白话文 我们不要讲太理论东西 什么叫像素呢 不知道 随便换猜也没关系 像素 有点接近 但是它不完全是等于解析度 OK 有没有更白话一点 其实 什么叫做像素 讲白的 其实它就是 有颜色的点 什么叫有颜色的点 比如我取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把某一张图档 像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个吉祥物好了 我把它放到Photoshop里面开起来 目前其实为什么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马赛克状况 是因为它的解析度 其实还够 但是如果我把它按Ctrl 再按加 Ctrl加 你会发现 它的什么呢 锯齿状越来越明显 有没有发现 再放大 再放大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叫像素 其实所谓的像素 中文的白话意思是有颜色的点 什么点呢 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 OK 这个就是一个像素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让一张相片 一直放大一直放大 不要有那种锯齿状的话 它的像素越多 越不容易看出它的那个什么呢 原来的一个像素的那个样子 就像马赛克 有没有 你要发现这张图 那如果说为什么现在标榜那个 越高的像素越好 其实如果越高像素 它就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 假设要去冲洗那个大张的海报 那你那个像素就要非常的够 不然的话你一冲洗出来 奇怪 为什么这相片有点马赛克状况 就是因为你那张图的像素不足 那如果你像素不足你把它再放大 还是一样不足 所以变成说你先天一定要先什么 先决定好你的像素越高越好 OK 所以这个大概概念要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我们题目要求我们做什么 先建一个新的图档 然后影像大小300 乘 这个是乘 乘上250个像素 而且要是72像素每英寸 这个就是每英寸 所以一英寸72像素 当然理论上 如果你一英寸里面只有72像素 要拿来冲洗 比如说你拿去冲洗的话 一定非常不够 冲洗出来一定变成马赛克状 所以每一英寸至少要多少 300个点 300个像素 冲洗可能才比较足够了 那我们第一个当然呢 我们就是 那这边是RGB8位元 那底色是白色 它说将结果储存于这个名称 不过以后特别注意 它如果叫PSA01 我们把它改一下 如果题号叫102 我们叫102好了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第一件事的话 请各位先切到Photoshop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先做什么 开一个新的档案 新的档案名称的话 请你输入102 比如说我们练习102题 接下来特别注意 底下它就有相关的设定 300乘250 特别说后面有单位 你不要预设是当然像素 不过有的时候 它如果不是像素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 你不要选错 那这边的话宽300 高的话呢 一定是先宽再高 250 解析度的话是72dpi 不过72太低了 因为我们练习的话 其他OK 其他的话八位元 当然你可以 如果你的颜色要更高的话 那你就是再往上 那八位元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2的八次方种颜色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八位元 总共会有多少种颜色呢 2的八次方 请问是多少 就2乘2乘2乘一直乘嘛 对 所以会有256种颜色 所以如果你今天选的是 八位颜色的话 最多就是256种颜色 当然相对的 如果你颜色数越多的话 你这张相片会越漂亮 还是越不漂亮 当然越漂亮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如果玩游戏 男生应该比较知道 以前什么任天堂 什么八位元的 后来到什么sega 又变成16位元的 然后后来的话 照超级任天堂 就变32位元的 甚至有64位元 那因为后面的位元数越多的话 意思就是怎么样 它的颜色数越多 OK所以特别注意 那这边的话当然 如果我是16位元 意思就是2的16次方 如果2的32次方的话 那颜色数当然相对更多了 所以理论上 电脑目前能够显示的颜色数 最高大概就是32位元 已经超过几亿种颜色了 不过我想一般眼睛 你如果没有那种敏锐度的话 其实也分不出来 我想大部分人眼睛 都不是那么敏锐 所以一般16位元 34位元已经都非常够了 我们用8位元就够了 然后背景它要我们是白色 所以根据题目 特别注意 刚刚这个题目里面要的 我们就按步就班 这个地方只有这里不一样 这边改一零二 其他都一样 然后把它按确定 好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 我们需要的一个图档 然后再来的话 我把它放大 放大缩小 特别就是按Ctrl键 加是放大 键是缩小 OK 然后稍微放大一下 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动作了 那第二个动作要做什么呢 第二个动作就是 根据题目要求了 我们就是 再来就是根据什么 参考的答案 参考答案就是刚刚提的 就是那个TIF 这个 就做出 长得像这样子 那它里面的话 只提供给我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 这个叫吉祥物 一个是这个宋春 那我要把它合并在一起 OK 最后还有什么 新年快乐 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一题 先做一个底图 然后背后要做背景 有没有 这边有个背景建成 然后再把合成放过来 再把宋春放过来 然后新年快乐 所以理论上 这一题的话 会需要有四个 比较大的动作 那我们基本上 先完成的第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白色底图 那再来的话 我们再利用这边 它有说 第二个 我们已经建了一个图档之后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请你先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怎么样建立图层 图层名称叫背景 然后利用建成工具 把它改成 刚刚看到的 其实也就是刚刚看到那个背景 各位有看到这个背景 有没有 其实背景就是它要我们做的 那要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新增一个图层 该怎么做 接下来 这边有个新增图层 不过我想等一下再来看 怎么样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然后再分别完成 那所以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着把 刚刚的一个动作先完成 我们待会再来看 如何把这个新的档案 变成那个什么呢 建成了 就是上面是红的 下面是白的 就做一个图层 图层特别注意 请各位熟悉一下这个环境 如果你要增加图层 减少图层在这里 它有点 我是觉得它设计也不是很有善 因为就要找一下 那什么叫新增图层 其实图层的概念就是 它有点像是服贴在上面的 反正上面的图层会盖到下面的图层 就一层一层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它说要建立一个新的图层 叫背景 不过看起来已经有存在了 这个是一个 你要新增一个图层 叫做背景 本来好像已经有一个背景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不需要 我只是做一次 假如说我们要重新再增加一个 叫背景的图层的话 你会发现就类似像这样 但是好像有点不合理 已经有一个背景的图层了 再新增一个背景图层 好像感觉有点是什么呢 叠床架屋 所以其实这个图层 我觉得是可以不需要 那如果要把这个图层删掉的话 各位请注意 你可以按右键 这边也有个删除图层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把它拖拉到 这个垃圾桶里面去放开 这个图层也会不见 所以特别重要 新增图层在这里 删除图层在这里 所以特别重要 它的机关不太好找 以后各位要慢慢习惯 因为photo效果真的 你找到机关你就会了 你不会 找不到你就是做不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已经有了 我们就不用做了 那再来就是做什么 做渐层 所以题目要什么 要把它做成建成的效果 类似像什么 这个做出来 就是你不要看这个 吉祥物跟这个 就是背后这个效果 那他有跟我们讲说 这个里面需要的那个 背景颜色是237 就是R是红色 237 G是绿色27 B是蓝色60 那要填上那个 建成 特别重要 你要填上什么颜色的话 有几个方法 编辑里面有个填满 填满 可是问题来了 他好像填满 只是填某一种颜色 所以好像不是在这里 那怎么样填一个 建成的填满 请各位注意一下 在那个Photoshop的 我把它放大一下 在他的右 左手边这边就工具列 其中请你往下找 这每一个每一个 都有它的功能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旁边有一个 小小的小小的那个标签 表示说 它里面还有躲其他功能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填满的效果在哪里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有没有发现 这边按住不要放 它这边就有什么呢 建成工具跟油漆桶工具 OK 那其中的话 我们就是要建成 所以它预设就建成 所以我们不要动 点它一下 第一步 所以一 请你选择 它的工具列里面 特别是工具列这个 看起来应该 长得像建成 二的话 如果你点这边之后 请你观看一下 它的这边的右手边 这个是它对应到的相关功能在这里 它会出现什么 颜色 所以刚刚不是有颜色吗 RGB 所以我们就把刚刚的RGB 分别填上去 它要我们填多少 237 27 237 红色出来了 再调27 再调一个60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把颜色调上去 之后的话呢 你油标放在这上面 请注意一下 你可以由上往下 或由左到右 那看起来 当然你可以看到 刚刚的这个预览的效果 感觉应该是什么 由上到下 OK 那由上到下特别注意 而且上面好像是有颜色 下面就没有颜色 所以你拖拉的时候 特别重要 请你从上面 一直往下拖拉 而且你不要歪歪的 因为歪歪会变这样子 对不对 Ctrl Z一下 OK Ctrl Z就复原了 再来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从上 而且一定要是什么呢 垂直的方向 你不要歪一边 歪一边变成 还是会 这边好像没有很白 那所以记得 正往下 那特别说 如果你要刚刚好 正正的往下的话 以前小画家里面有类似的 我记得好像按SHIP的键 有没有 本来你歪歪的 你按SHIP的键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它调成正向的 SHIP的时候按住 就正向了 这个时候把它放开 就填出来了 那大概要填出什么样子 它题目里面就是 要你自己去看 没有标准答案 你只要调得越接近越好 所以你要怎么样 可以调得刚刚好 最好的方式 干脆就把这张图怎么样 把这张TIF 把它下载下来 TIF就是标准档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直接 在资料杂中显示 如果你要把它开起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拖拉到哪里呢 拖拉到Photoshop的 上面这边标签放开 它就会怎么样呢 帮你把它开起来 或者直接丢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我的习惯是直接 直接把它开起来 拖拉进来 我这样外面这边放开 放开之后 它就把它打开 你可以按Ctrl加号 Ctrl再加号 放到最大 你可以自己比一下 再把它Ctrl加号 两边有没有 切过来看一下 有没有 好像蛮接近的 如果两边看起来 几乎没有违和感 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做对了 OK 所以其实像这种考试 它就是用人工月券 它没有说 那个一定要百分之百 但是基本上你不要差太多就可以 所以特别最后 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一 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档案 这个背景部分先不用增加 二的话呢 就是直接找到工具列里面的这个 然后这个叫什么 建成工具 把颜色调整之后 再到这边 直接什么 向下拖拉 如果你怕说会歪歪的 你按去的键 然后往下大概多少 我大概测大概这样子吧 把它放开 就会有个建成出现了 那我们就完成建成的部分 那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 如何再把吉祥物 放到什么呢 放到这里面来 那它吉祥物的话呢 其实我在云端上 也有这个 这个图档 你一样把按右键 把它下载下来 我已经好像刚刚已经下载这张图了 在这下来我显示 一样把这张图 拖拉到灰色的外面框框这边 放开 它就开起来了 那一样怎么样呢 把它卡错加号 我要把它背景选起来 选完之后帮我放到这边来 有点像这边 大小跟它长得一样 你会发现 这个背后已经都选 而且不能够有什么锯齿状 跟狗啃的一样 那个样子 你要整个把它选起来 选完之后放过去 要怎么选完放过去 其实意思说是去背 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试着完成 刚刚这个部分 待会再来看去背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